新聞主持人 先來關心家紀官的消息 家紀官一百萬五年度 第二次校長會議 想要在創新行業紀行 管理官方感謝各校校長 推動教育的努力和奉獻 並肯定各校修身擁有參與全國競賽 而且影響價值 家紀官地方官已不曾同時 有主宝的寶可夢遊戲和奧運為例 基本校長 世界不台 不壽不摘 只要努力在當發光發熱為台灣為自己進攻 他希望校長的助長修身安全 因此優勝浩洪 發掘學生亮點 並落實家教武戰 推動實驗和平衡教教 撤好母子的孩子 我們眼看著現在的校長都比較年輕 年輕有年輕的好處 比較有活力 比較能接受山西的產品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教育基本上要把它當作職業 而不是職業 對於教育要有愛心跟熱忱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裡面對所有的校長 基本上也是要對我們的教育 尤其教育官 教育指援這麼久 我們一定要對孩子有愛心 有熱忱 我們的教育才能夠讓我們的窮鄉僻壤的孩子 翻身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校長都可以破掉這種熱忱跟愛心 讓我們的教育能夠翻轉 面對少子化 改觀新行年各大基盤 國中修實驗教育 好多主動撤入聯名 所謂交流和好多參觀 因此社會主管 開頭學生使用 告訴學生交流學習 中華館的第一校長 無論對企業觀點 還是教育發展苦勢 教育核心業部就是推動道館教育 學長必須順悟記憶 提供全培的新學校得 推動視線輔導與技職教育 點燃師生學習力與執行力 行為兩點好好 三心空調和該機關 彩虹伯德